我们在我们人的身体上面 你要如何修行 在外在 就是要守 释迦摩尼佛的戒力 在家中 守 杀 道 淫 忘 酒 杀是不杀生 不脱道 不邪淫 不 忘语 另外 不饮酒 杀道 淫忘酒 重要的是 在家人 要守五戒 杀道 淫忘酒 出家人 要守 祭族戒 比丘 要守 两百五十戒 比丘尼 要守 五百个戒力 这是大致上 跟大家讲的 外在 要守戒力 内在 修 气 修 脉 修 明点 明点有 红明点 跟白明点 红色的明点 就是 佐佛 白色的明点 就是菩提 就是菩提心 业意 我们要以 无念 来清净所有行责的习性 就是要 就是要禅定 就是要禅定 跟智慧 两个合起来 禅定跟智慧 形成了 行成了 无念以后 你自然就能够 清净你所有 历代的 所有的习性 每一个人的习性 都可以清净 然后 要有 布施 菩提心 菩提心 就是阿底侠尊者 到了 沾杯 荆州 礼拜荆州 大师 学习的 菩提心 也叫做 慈悲心 还有 布施的心